好 我们继续谈一下神圣罗马帝国宗教改革 下面我讲一下诸侯领地的国家化 与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建立这个问题 宗教改革成正打击了罗马教皇的神权统治 剥夺了教皇充当宗教事务仲裁者的资格 阻止了教皇对德意志人民的压迫和剥削 宗教改革还创立福音教邦国教会 否定了教皇对德意志教会的管辖权 将罗马教皇的势力排挤出了帝国 宗教改革加强了祖侯的势力 无论是接受福音教的祖侯 还是继续信奉天主教的祖侯 都通过邦国教会体制 掌握了本邦的宗教大权 为邦国的独立自主和邦军的专制统治 创造了条件 邦国教会 虽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教会 或民族教会 但至少是局部的民族国家教会 宗教改革也挫败了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朴实野心 动摇了皇帝充当西方基督教世界 最高师祖领袖的自我意识 也粉碎了皇帝在帝国同面 加强皇权 实行君主专制统治的意图 虽然加剧了政治分裂 但又瓦解了前民族和超民族的政治架构 使基督教封建大一同 彻底地化为了泡影 虽然没有直接导致 对一致民族国家的建立 但毕竟为之开辟了道路 大大小小的祖侯 摆脱了教皇和皇帝的控制 在其辖取内 享有行政 司法审判 终税 管理教会等权利 对外有独立缔约 结盟 宣战和构合等等特权 主如奥地利大公 巴伐利亚选侯 萨克森选侯 波兰东堡选侯 汉诺威选侯 富同姆白格公爵和麦克伦堡公爵 从大邦祖侯 不管是福音教祖侯 还是天主教祖侯 都从帝国君主的福音 发展成为 享有国家主权的邦国的邦国郡主 教会组织成为邦国的一个统治机构 受祖侯委托 承担宣布诏书 进行统计调查等任务 与实俗的国家官员一样 路德教牧师也必须服从 作为国家利益最高代表的邦国郡主的领导 但也应当看到 在宗教改革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 皇帝冷然是神圣罗马帝国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 在国际事务中继续充当帝国的首席代表 皇帝的权力虽然受到了限制 但并非绝对的限制 皇帝还是有一定的权威的 皇帝的权威对帝国等级 冷然有约束力 没有人能够完全摆脱皇权的控制 皇帝也经常利用董籍之间的矛盾 大搞政治平衡 在帝国乃至欧洲政治事务中 历界出身于哈布斯堡家族的皇帝 也因为掌握着帝国境内最大邦国 即奥地利大公国 以及因为坚韧波西米亚和新亚历董国的国王职务 而占有一席重要地位 在与帝国董籍进行对抗时 皇帝也能够在较大程度上贯彻自己的意志 在邦国发展成为拥有国家主权的独立王国之后 统一的德意志现代民族国家 已经不可能由神圣罗马帝国来创建了 唯一的可能性是由某个或某些德意志邦国 来承担这一历史使命 当然这条道路也是十分曲折和漫长的 同出生于哈布斯堡家族的皇帝们一样 拥有强势的邦国郡主 在扩张自己的邦国 推行专制统治时 也主要是以其家族利益为导向的 当家族和王朝利益 与帝国或德意志民族利益发生冲突时 他们都不惜牺牲后者保护前者 他们的统治区域虽然不但扩大 但没有一个邦国的疆域 能够覆盖整个德意志语言文化圈 一些势力较为强大的邦国的扩张方向 甚至脱离了德意志人的核心居住区 转向神圣罗马帝国以外的地方 忙于侵占和吞并非德意志人的 异族的和异文化的地区 就其统治区域面积的庞大 和臣民数量的众多而言 这些邦国郡主可谓是真正的大国郡主 但在这个大国内 德意志人与非德意志人混杂 并没有十分清晰的民族国家概念 邦国郡主也大都以成人贵族的地方统治权为诱饵 换取贵族对自己邦国统治权的认可 这样一来 贵族在地方上的支配地位就得到了巩固 其通过剥除农民或农奴 而获取的收入也得到了保障 邦国郡主主管中央 贵族主管地方的邦国政治的二元权力结构 长期制约着国家的发展 邦国郡主对家族利益的片面追求 及其专制统治的不健全 不仅严重伤害了德意志邦国的国家建设 而且大大推迟了德意志国家统一和民族国家建立的时间 直到19世纪60至70年代 普鲁士国家才借助拿破仑战争和解放战争之东风而崛起 最终通过首相比斯曼的铁血政策 以排除奥地利的方式建立起了 以普鲁士为核心 多个德意志邦国联合的小德意志民族国家 在并非完美的意义上 完成了德意志现代民族国家的创建过程 好吧 今天我就讲到这些